Oh, here you are, face to face in this treasure bar Another closet, I am going places Makes me laugh about the irony of everything I like the way you're thinking I don't really... 大家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是丁有哥 那今天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个 多伦多市中心最大的社区 Concord City Place 感兴趣? 1,2,3,走起 那众所周知呢,地产投资的第一定律就是地点 那多伦多市中心目前的土地供应量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上限 那这里的地皮呢,是寸土寸金 土地呢,虽然是可以转让 但是呢,永远不可以再生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个 由李嘉诚重金打造的 在多伦多市中心最大的社区 Concord City Place Concord City Place 目前在多伦多是最大的开发社区 一共是有20个anchor 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98年交易的 那当时的李嘉诚呢 目光确实非常的好 看中了地点 20anchor大概是多大呢 相当于中国母的话 应该是在120亩左右吧 相当于一个村庄的一个大小 那这里呢,一共有21个楼 那23号的Septana 却是这里最后的一个楼 也是一个收官之座 Concord City Place呢 是在Septana的西侧 在Garden Express的北边 就紧邻着Garden Express 上高速非常的方便 那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地点呢 是因为我是猛龙的球迷 这里呢,离猛龙的主场特别的近 走过去了大概也就10分钟 所以呢,我朋友住在这里 我就把这个车呢 每次停在他楼下 跟他一起走过去 离新Tower呢 大概走路不到5分钟 近在巨尺 走到这个刚趟的最中心 也就是金融街附近呢 大概也就不到20分钟 这里呢,云集了最好的饭店 以后呢,我可能专门做一期 讲一下这里的生活有多么方便 如果你是吃货呢 一定喜欢这里 住在City Place这边的居民呢 去什么人都有 很混杂 住在这里呢 超过80%的这个住户呢 是在25岁到44岁 那这也是大部分 这个黄金时期的这种 年轻的打工组 平均家庭收入呢 大概是在14、5万左右 社区的区内呢 就有TTC从社区穿过 如果走到Spedana 可以坐到TTC也好 坐street car也好 可以去到多伦多任何的一个角落 非常快捷 那社区呢 本身呢 它是一个 有一个社区的概念 就是虽然这里有25个楼 但是它的公共设施还是蛮大的 一共有8个安法的土地 有什么呢 有这个图书馆 有这个社区中心 有这个足球场 有网球场 有公园 不但是有给人用的公园 还有这个给狗的公园 狗公园 所以这里的人呢 就是好像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 所以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 有一种像在中国那种大院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记订阅 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视频资讯 OK 我们下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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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